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节目当中来到今天的阳光选读 我是小鹿 今天要介绍这本书有点厚 那我在看的过程当中呢 我有点难过跟不舍 是因为这一位作者刘成军 其实他已经离开这个世上了 那这一本书为什么还是会发行呢 是因为他的好朋友 想要在他当时还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 留下的一些非常美好的文字 还有他在去尼波尔去印度的这个过程当中 书写的一些文字抒发 把它集结成这一本书 看起来有点沉重 但是我觉得这么年轻的一个 对我来说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小女孩 可是他对生命的敏感度好高哦 那今天推荐这一本书的呢 是我们成品的新企划 杜亦军 亦军早安 大家好 我是成品的企划义军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这本书 那我们也有一位邀请一位 跟我们一起来讨论 一起来分享他们的感受 那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春山出版的副主编 方硕 欢迎方硕 方硕早安 大家好 早安 那今天要介绍这一本呢 是你们家出版的 我所告诉你关于那座山的一切 作者是刘成军 我刚刚就提到说这一位作者 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所以 真的读起来 我自己的内心 因为有些时候看是晚上的时间 看他的文字很容易 我会尽可能去想象 他当时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 留下这些文字内容 那我先请我们副主编来介绍一下作者 作者刘成军 他其实是很年轻 在2017年过世的时候 他只有19岁 但这个小孩 他其实很特别的地方 是他从小就很爱看书 那自己对事物的思考也很敏感 所以呢 他在一直不断的劣迹写作 跟读小说的状态 像他进入到了东华的华文系去就读 那也在那个大义的暑假 因为他想要对世界有更多的探索 所以他就跟他的友人 一起到印度跟尼泊尔去旅行 只是中间比较不幸的是 他们到尼国尔山区践境的时候 遇到那个季节比较罕见的大雪 两个人就受困在山洞里 那在这个受困的过程中 因为雪其实冲得比较慢 那他这个女生他还没有等到救援队来 那他就已经过世了 那在他过世三天之后呢 刚好他的女伴是遇到了搜救队 看到了他们丢在外面的一个 比较显眼的目标物 所以把他们救起来 那同时也把这个女孩子 他在山洞里头写下的许多的旅行笔记 跟给亲友们的书信都带了回来 那也因此我们今天才有机会 看到他的朋友们搜集起来的 过去这个作者的书写 以及他在沿洞里头的书写 对而且他在还没有真正去 尼泊尔印度撞游的时候 我觉得这几年 尤其有很多年轻的孩子们 其实他们也觉得说 这世界真的好大 然后可能趁着大学暑假的时候 或者说可能还没真正上大学的时候 或者是大学毕业 就是在人生精华的青春岁月里面 想要去看看这个世界 那么成军也是一样 不过刚刚呢 傅边你有提到就是 他就读国立的中华大学 是 中华大学 可是我那时候 对 因为这一本书的一开始 你们也邀请到就是 当时他想要去加选的教授 吴明毅老师 有来帮他写 他说其实我不是要写推荐序 他想要写一段回忆 是的 因为陈军他其实在出发前 就有修老师的课 老师也跟他有比较密切的互动 包含是在他课堂上 到山里头去渐行写的一些作业笔记 那老师在 陈军在受困的期间也帮忙发文 请求大家的各界的救援 所以在这本书出的时候 我们也就自然而然想到老师 让详情老师来为这位作者 也一方面当然是推荐 但是也是帮他心爱的学生 介绍他的文字给大家 因为在当中这一段 我看到吴教授他就提到说 其实他对这个女孩子 就这个学生的印象 他说印象对他最深刻是 他一直到他的办公室 然后拜托他可不可以 因为他的课已经满了 就学生已经满了 但是陈军一直要求说 可不可以让他加签这一堂课 那他就觉得说 那你就说服我吧 为什么你一定要来念 我的这一学期的课 那他当然就提到说呢 当然他对于他文字的热爱之外 然后也提到就是 对于老师的一些作品 他真的也很认同跟喜欢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觉得这一堂课跟他的生活 跟他未来写作的方向 甚至是爱情都有高度关联 老师真的被说服了 吴教授后来就让他加签了 但是他没有想到 因为陈军很多人都觉得 念书当我考上的时候 那就准备好了 我就是要好好的 把这大学的四年 然后尽情的吸收 这个校园能够给我的养分 但陈军是早就打定了 就是他只想念半学期 因为人生的下半学期 他要去我刚刚提到就是壮游这件事 甚至就是我们刚刚在广告的时候提到的 就是他可能从小爱看书这件事 反而他对生命 甚至是有些不是我们看似有生命的东西 都特别的敏感 所以他在文字的叙述上面 会让我吓到的就是 这怎么会是一个19岁的小女孩 写出来的这么细腻跟敏感的文字 确实 那他一开始他就提到了 因为念了半学期之后 他就开始去壮游 就跟着他的另一半 骑着脚汉车就开始去 那说到尼泊尔跟印度 其实如果你曾经有去过的人 或者你已经有规划很久想要去的人 我觉得这个 很多时候大家会去 关于探讨生命这件事 很容易往这个地方去 当然有些人就讲说 这是离天最近的地方 也就是说到那个地方 你要说是磁场也好 或者说它是最原始的人类生活的模式 样式也好 那陈君他真的就是跟他的另一半 然后骑着铁马就走了 是的 其实我觉得可以说 他是一个比较早熟的孩子 所以他其实体验到了大一 可是他就知道说 他的生命接下来追求的 也许不是一般人这样 稳稳荡荡的念完书以后找工作 他心中有一个他想追求的东西 那虽然比较抽象 可是可以用写作这个目标来 算是陪伴着他的目标 所以他不但想写东西 而且想去探索世界 然后把这些探索的东西记下来 回应自己内在的各种问号 他都有提到一句话 就是活着的人 其实我们都在赶往 都正在赶往另外一个地方 对啊 这是他现在书中说的第一篇的结尾 我也觉得这句话很棒 因为他们其实 虽然说没有特别的去找 他一定要去什么城市 可是他们就会找说比较单纯一点的 不是属于观光性质的城市 或者过度所谓的人工化的地方 对不对 对 所以虽然没有特别的寻找贫穷 但他们寻找一种 可以自由自在走在路上 然后去观察路上的事物的一条路径 然后因为是喜欢山的人 所以就是挑选可以骑车到山里头 可以践行步行到山里头的这样的路径 好 那这一本书的前半段 其实呢 你们事先整理出 就是他在2017年那时候跟另一半 开始去骑着铁马 我觉得他在寻找生命另外一种 可能要给他的 所有的所知所觉的感受 就是说他不是说我一定 有的人会说我可能要跨越什么山 我可能要去挑战 拳马等等 就是说有些时候有着很印象鲜明的目标 但其实他们只是觉得 我就是要出发 我只是要去看看这世界的一个土地上面 发生的所有人事物 而不是说我只是很特定的 想要去赶他们的哪一个大型的活动 或者说能够真正期望说 到底看到什么 大家觉得很惊喜的东西 所以我先来分享一下 其中有一小篇是 2017年的2月15号 他就写到说这一阵子 他开始觉得身体里面的声音消失了 然后在观察跟记录上都不能突破 找不到什么核心 然后透过自然书写跟阅读过的一些 像他提供提到 博物学家的自然创世纪 经验告诉他 核心介于理性跟缜密的探索 还有灵魂深处的感知之间 然后最后他又无法从一个又一个的小小核心 一一击破 所以他觉得他必须开始成为蜜蜂了 那如果不这么做的话 他好像会渐渐死去 我觉得他对于生命 可能刚刚我念的这一段 收音机旁有些人会觉得 这小女孩会不会太哲学了 为什么他对于生活 或者说为什么一早起来之后 他发现他什么叫身体的声音 慢慢在消失 我自己是觉得 读起来他是把我们许多人 可能会共同拥有的一些问号 然后的答案 我们写不出来的东西 他帮我们写出来的 事实上我在编完书之后 我的同事们或是身边的朋友们读了 最想跟我分享的一句话就是说 这个作者的文字 让他们想起了自己在青少年时期 还对事物有一些好奇 或是对写字有一些好奇心的时候 会有的那个感受 就是说 那我们都对自己在这个社会上 或是在这个世界里头的位置 会有所疑惑 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坐标在哪里 可是作者他藉由旅行 藉由到一个新的地方 去探测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 而且他把这些声音写下来了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而且我们刚刚一开始提到 这个小女生才19岁 真的是可能真的从小看 这些文字长大 阅读长大的 他对于很多生活的感知感觉 我觉得太过敏感了 像其中还有一篇 确实很敏感 对3月15号 他就写给他 算闺蜜吧 对不对 是 是他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 对 那他就提到 这一篇的title是 不抱希望的抵抗 这也应该算是 在他生命要终结之前 留下的文字 他就提到说 我不晓得自己能不能够活下来 把这封信交给你 如果我能的话 希望亲自能够在 加德满 读交给你这些话语 可是如果真的不幸呢 我就在这里 跟他的另一半伙伴 就死在现在藏身的 山洞里面的话 那这些文字 会可能因为时间 然后禁失了 他写作的这些纸张 变成纸浆 然后就没有人能够读到他 可是即便如此 此时他还是希望 想留下些什么 而且有些时候 他就也写了一段 就有些事物 其实就算不被发现 但不代表他不存在 那这件事情 深深的烙印在我的心中 接近信念的故事里头 然后他后面又提到说 当死者 而且他说 当那时候他在山洞里面 他慢慢能够体会到 约翰伯格曾经说过的 就是死者 默默在等待的那个想象 然后开始在理解说 宗教存在到底是 为了明白生者 跟死者之间的召唤 而他跟他的伙伴 其实原本都不是特别信神的人 可是现在他们每一天 都开始在自创许多的宗教仪式 因为他试图的想要去得知 自己的命运一点点 就是说当生命开始 因为他可能知道他的活动力 他的体力越来越弱 他后面有提到这件事 那他就能够更感受到 有人说的 那或许某些程度就是 你好像感受到 人家说死神在慢慢召唤你 或者说以道教来说 就是你可能已经开始有一些幻觉 然后可能有看到一些 你觉得可能以前想象中的 就是要死亡之前 会看到谁来 要带走你的那些现象 但他就试图的想要去 多知道说 我可不可以再对自己 多挣脱或争取一点时间 或者说能够再去试着要看看 有没有可能不要这么绝望 再给一点自己的希望 所以他就提到说 抵抗到底人生 很多人用不同的方式在抵抗 那他用书写在抵抗 文字对他来说 到后半段就算他已经离开了 这对他生命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甚至在其中他提到的 就是生命即将死亡之前 他说他开始不断的想 疯狂的用文字来记录这一段 你的感受是 是这样的 我觉得其实从这里 都可以看得出来说 刘成俊是一个非常热爱生命的人 包括他在受困之前 之所以会出去旅行 之所以想要探索各种新的事物 想要看见新的人 都是他的热爱生命 那当然在受困的时候 这些书写的行为也是一样的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其实在这本书的最后收了一篇 是他在生命比较接近镜头 在严重里写的 他写到是说 即使食物不够了 他觉得只要这样子 一直写一直写 自己就不会死了 那这句话当然 我们都非常的震撼 为什么可以一直写一直写 自己就觉得不会死了 所以写作这件事情 对作者来讲 一定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就回头来看 刚刚小鹿念到的这边 其实他自己在写作 是有一种 他跟小说家无名义请教 是说书写是为了抵抗死亡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也许活在世界上 会经历各种事物 可是如果你没有把自己 独特的灵魂的那一面 抓住的话 你都不知道自己 真的生下来独特在哪里 活在这个世界上 独特在哪里 所以作者不管在旅行之中 或是在写作之中 他所追求的都是这种 把握自己的生命 清清楚楚的去掌握那些 非常细微的东西 以此来见证 其实我的生命是存在的 是曾经在这个世界上 某一个程度人家说的 就是他曾经有意义过 有他的价值存在过 所以即使大家都说 非常不舍 他已经过世了 这么年轻 这么有才华 但我想非常可贵的 就是说即使他已经过世了 可是他有留下这些 没有办法被抹灭的东西 就是他的书写 那我补充一下 因为你刚刚也提到了 就是说当他在人生 尤其就所谓的生理 非常虚弱 好弱的时候 就人家说的可能在 濒临 你可能看到某种幻觉的死亡 那种状态的时候 他还是疯狂的觉得 他想要用文字 记录下他现在身体 或者思维 给他的所有的 种种的想法 然后想要把他给 记录下来 那么我在分享其中一段 他就提到说 在三月初 他就提到说 当书写这件事情 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然后他觉得 他开始产生一种 奇特的疗效 这好像不是指书写 是一种 想要为他做 什么治疗的媒介 但是他觉得 总是在某一个 世界当中的宁静 会突然之间 舒展开来 这会让他联想到 很多时候 很快的会收拾 自身离去的冰雹 或雨水 我刚刚念的 完全都是作者 刘成军写的 一个19岁的女孩 写的哦 就所有的词汇 也都是他所用的 那在书写跟 所谓的大自然之间 我觉得他不断的 在探索就是 除了生命到底 为何而来 或者说我们到底 活着的过程当中 想要去证明些什么 我觉得他一直在用 文字证明着 他曾经也很真实的 去体验过 这个世界的所有 人事物之外 我觉得连花草 他都很有感受 那今天呢 介绍这一本新书 这是春山出版的 我所告诉你 关于那座山的一切 那作者 他已经离开了 刘成军 可是后半段 在他不幸离开之后呢 他的好朋友 还有他的家人 都希望在他曾经 留下来的文字当中呢 来做一个更完整的编辑 然后把它存档之后 让更多人可以看到 这一个曾经在19岁的生命之中 他用文字热切的活在这个世上 刘成军 那广告回来之后呢 我继续请副主编 我们来提一提 因为他前面除了提到 他去尼泊尔 去印度 我真的觉得很妙 这事实上 很多人要探讨生命 很容易往这几个方向去 真的他就是离 离人家说的 离天是最近的地方吗 还是真的他有他的一个特殊的磁场存在 那广告回来之后呢 除了我们来聊一下 他还有一些非常棒的作品 文字作品之外 还有在后面 后面其实也有谈到很多是 他在短短的19年的生命当中 他如何在看待 甚至刚刚我们的义军也有提到的 对大自然这件事 对大自然的一个 就被呼召或者是向往 这也是一种很妙的直觉 而且人一旦在 所谓的我们所谓的人工世界 城市活太久的时候 你总觉得回归自然 去山里面也好 去海走一走也好 好像能够获得另外一种 大自然给你的抚慰 或者他想要带给你的一种 沉浸上的智慧 这是很多人可能在心情烦躁 烦育的时候 真的就会开始重新去找回 大自然所要给予的一些无声的力量 那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继续聊这本新书 我所告诉你关于那座山的一切 作者刘成军 当中阳光选的我是小鹿 那现场还有我们的成品新企划 一军 大家好 我是一军 那今天介绍这一本是春山出版的 我所告诉你关于那座山的一切 今天邀请到副主编 吴芳索 哈喽芳索 嗨你好 小鹿好 刚刚我们分享了这一位已经离开的作者刘成军 真的广告说我们真的还是在讨论 一个青春正好的女孩 那是不是人生是不是很多时候 好像老天爷派来的功课 你用力的燃烧生命完之后 然后又很痛快的玩完这趟旅程就离开了 成军真的也留下很多很棒的文字 是 就像你说的就是对生命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思考 让他可以写下这些文字 那我那边我觉得有一段很棒的 是一段很小的片段 那这是我们在他的 因为他的笔记其实常常很零碎 他想到什么就学在碎纸条上 然后我们把它收在最后的言动这边 有成军说他觉得 每个人终其一生总是有一次要进入言动的 有的人很快 有的人可能几乎要走到尽头才会 那在这言动里他说 回忆这种东西终究只能是回忆 食物的味道会变 建筑会消失 可是剩下的 不过是彼此相互陪伴走到尽头 那这在他最后在言动里 我相信他说的就是 对你真正重要的人 你所爱的人 我们在生命中没有追求别的 就只是跟所爱的人相互陪伴 走到尽头这样 那我在这边想要念一段 我觉得很棒的诗 也是刘成军他在假设 如果有一天 他的所爱的人比他先走了 那他的心情会是什么 这首诗叫旅人之死 如果有天你死了 我想我会去旅行 我得去确认世界是不是好的 值得你为了他的魅惑而不及经历 然后他的诗其实很长 中间他去了山去了海 但在最后的时候他再回到是说 如果你死了 请原谅我 因为我的世界可能没有你的那么好 海太忧伤 山过多裂缝 但也不是真正不好 而是呢 因你未曾经历的好 将化为困惑未明的时间方格 倾斜的活着 嗯 这个是不是十九岁 这应该更年轻的时候 这是十七 这在更早一点点的时候 旅人之死 刚刚副主编念的 这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对生命 真的可能是不晓得他在被文字喂养的过程当中 曾经体会过的 而且他写到的旅人之死 我觉得有些瘦生命到底是不是有种 冥冥之中啊 他真的就是在这一次的壮游里面就 生命结束掉了 就是他离开了 对离开了 那既然您分享了旅人之死 我想分享其中也有一篇 没那么长 但是我觉得他很多时候诗词里面 他都会提到关于生命跟死亡这件事 那我想分享里面有一个作品 是悬崖下的空瓶 他写着说 我预测你的死亡 想象你到远方 在远方热带地区 你用树根 为每一棵树打了一个结 森林却仍然只是森林 你会用山的方式死去吗 像一片落入黑暗的眼壁 覆毁灭性 浸满黑暗的眼睛 闪烁一种光亮的哀奇 也或是像山镜上偶尔有红色的细叶 再也没有发出被踩碎的声音 在无人能忍受的奇境里 你搁浅在自己的岛屿 我们不能看见彼此的眼睛 因相互认肯的事物 从来难以相互诚实 悬崖下的空瓶 我刚刚念的这一段 其实他从一开始 他写到说 我预测到你的死亡 然后能够想象你到远方 在远方的热带地区 然后开始为这些 可能大家觉得 当然植物也有生命 可是我觉得他在很多 就是他诗里面的描述 他把这大自然之间的 一草一木 他都很知觉地在感受着 可能这一片树叶 或这一阵风带来的 这个树的窑洞 想要给我的一些 生命的感受是什么 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怎么会敏感到这个程度 那义军其实你也在看 这一本书的时候 你对于 刚好是同名的书名 对 其中一篇很有感 对 其实他这一篇文字 非常让我有感觉 也是刚好跟同书名一样 也是我所告诉你 关于那座山的一切 这一篇跟后面那一篇 叫做 山所告诉我的 其实刚好 这两篇对我来讲 就是一个呼应 因为他其实 陈如刚才两位所说的 就是一直以来 他的文字虽然在描写 围绕着山跟森林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 他都是在对自己的生命的探索 跟周围环境的互相关系 而且有些时候你会觉得 他好像只是一直在跟自己的内心 就是自己对话 是 但其实那个 隐隐之中其实也 山告诉我们非常多东西 其实我自己在去爬山 或者是进入山林的过程 对 你刚刚广告的时候有讲 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对 前阵子有跟友人去山中 就是算是比较 没有那么艰困的那种道路上 步道 对 但已经比较原始的步道 其实那时候我们过程 其实花了几个小时 但其实中间讲话的时间 几乎是没有 不是因为累 而是因为 其实真正爬山 爬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大家就会自然安静下来 对 你就开始聆听这个山的声音 然后还有就是 你也在感受着自己的呼吸 对不对 传奇 那个脉络 对 那是一个蛮神奇的状态 然后很多时候思考的事情 在城市里面反而非常 思绪非常混杂 所以看到这一篇的时候 他其实有告 就是跟大家分享 他在六岁的时候 是怎么样 看正在那座山 然后还有他 在下一篇 《山所告诉我的》里面 他遇上了一场大雾 我觉得那场大雾 对我来讲也是一种暗示 就是我们在 可能某个生命的困境中 闭上眼睛去细想 以前的所看到的风景 比如说就是那一座山 我觉得对我来讲 是一种比喻 我非常能够体会 它的这种感触 这样子 所以其实这个也有点像 现在可能人生过半百 都会提到一句话 就是年轻的时候 建山不是山 对不对 那到某一个程度呢 经历了一些人生的历练之后 建山是山了 但是山在这几百年 上千年他从来没有改变过 对啊 山就是这么静静的 矗立在那里 那他竟有 不管是风吹日晒 然后还有 很多的暴雨袭击 很多时候 他总是矗立在那里 那他再代表着 另外一种生命的智慧 那么 陈君在里面 就你刚提到这一篇 我所告诉你 关于那座山的一切 他就真的 六岁的时候 其实说真的要记得的东西 至少以我自己来说 我记得的不多 真的 那 一君应该也还好吧 我其实 几乎是记不得了 就是应该是我们 上幼稚园 一般都有上 上最后大班的幼稚园 可是真的有发生过一些 会让你印象深刻的 我真的 没有感受到 很多 不过我觉得可能 刚好也是他 跟山的那种契合 他刚好家里人 带他出去 然后他刚好遇上 那个可能 所谓您刚才说 可能是命定的 那种感觉 他就注定要跟山 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就是我可以稍微说 一个小秘密 这两篇 其实应该是虚构的 据他的朋友 跟家人的说法 没有发生过这些事情 可是 我想说 其实就是作家的 文字的力量 很神奇的地方 就像你们说的 他那个 进入山里很像是 对自己生命的 一个回应 那我们一直觉得 在他的文字里 读到的是说 他笔下的那座山 其实就在他的心里 不见得他真的倒过 可是他仿佛 他不是一个 有心体的山 脑海中是倒过的 而且 这很有趣的是说 在我所告诉你 那座山的一切的 前一页 我们收了一个 来自日记的 很短的文章 那他就说 他16岁 然后以说谎 和搭便车为生 说谎这个词 其实就是一个作家 如何想象自己的 生命的步调 他一直写一写 也许这些东西 都是捏造出来的 可是指向的是 心里头那些 真实的状态 真实的感情 好 既然您提到了 就是在 刚刚义军分享的 我所告诉你 关于那座山的 一切的前一页 我想这一段 副主编要不要 跟所有的听众朋友 也来分享一下 陈军当时留下的 这些文字 这段文字 其实也是刚刚我说的 他在碎纸片里头 写下来的 然后他其实有说过 他喜欢搭便车 搭便车这些是真的 他在他的搭便车的 生命历程里头 就是去想象各种 发生的可能性 这些事情是假的 所以他在里面 也就提到说 没有人生来 就是便车客 于是当然也没有人 无人生来 就必须说谎 那不特定的时刻 毫无预警的 他会陷入某种 迷离跟恍惚的状态 就像跌落 噬哒哒的盐血里面 对 而我可以确定的是说 他所说的这个盐血 不是后来他受困那个盐血 可是很妙的 他仿佛在非常早以前 就预言了自己的生命 所经历到的许多事物一样 这个会让之前 我访问一个心理学家 他也提到一件事 因为催眠这件事 至少在某些程度上面 科学是证实的 也就是说他其实是 有的人当然称他为什么 前世今生 但是在所谓的心理的治疗过程当中 催眠这件事 确实是运用在所谓的治疗上 那心理学家他们就有提到说 当你可能在一种固定的循环当中 然后你总会梦见同一种情境 他说这样的情境状态 他不会延 或许就像有些人说的 这是可能你前世的记忆 你可能在哪一个过程缓解受伤了 那他不断的在 就是那个潜意识 一直不断的记忆在脑海当中 然后他可能需要被抚慰 可能需要当你唤醒的时候 他可能治疗在你的生理 或心理上面的某一种恐惧 就是当你真实的去正视他的时候 那他就可以抚平心中的那个黑洞 所以他才有些心理学者 他希望你能够记录下来 就是如果你已经有固定 会周而复始 有的人可能是每一年 有的人可能是每一季 就是说他好像在固定的时间之内 每一年总会 梦见某一段情境的时候 他说这个部分 其实都是你可以来帮助 就是如果你很真实的记录下来的话 这是可以在做自己的一个疗愈状态 所以我才在想说 你刚刚提到的 陈君如果写下了这一段的文字 那当然我觉得作家有些时候确实天马行空 就是说他的想象力确实会比一般人更加丰富 然后对生活会更加的细腻 所以为什么在广告时我也会提到一句话 就是真的我会觉得很多时候 绝大部分的人 他们哲学家都说 大家不要觉得哲学只是活在所谓的长篇大论里面 他说其实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在分分秒秒 你每天的生活都应该存在着某一种哲学在 那他说这个时候你才会表 就是代表着生命代表着某一种价值跟意义 因为他说如果你真的到时候 你的生命只剩 只为了赚钱而赚钱 只为了吃而吃 那你只是活着 只是把身体的躯体 把它养活着 那为什么我会跟你分享说 陈君让我的感觉是 他在这么年轻的年纪当中 可是他到最终就像你刚刚说的 他可能在严冬 他已经感受到生命快要消逝了 可是他更疯狂的用文字在记录 他的生命给他的感受 然后他想用更多的文字记录下 他现在的所思所想的时候 他已经跳脱的那个躯体 可能需要吃饱 可能需要喝水这件事 而他开始已经转换成另外一个 更自我对话的状态里面 就是用文字喂饱自己 虽然他的生命 对 他的生命即将消逝 这是虽然看完很沉重 然后好年轻的一个孩子 那么不过还好是 他把他的身边的人 把他这些的当时 不管是随笔记写下来 或者说最后他在两年前 他去了尼泊尔 然后去了印度 虽然不幸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没有办法能够健康的回来 可是在这个过程 他至少还是留下了 他对这个世界带给他的所思所想 然后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 生命带给他的一些冲击跟震撼 或者是发现 太细腻了 而且我觉得这小孩子太敏感了 那也希望如果说 你可能收音机旁的你 我知道大家都开学了 可能有大部分的同学听不到 但是如果说 有些时候你可能不知道 怎么跟家里面的孩子来开导 或者说有些时候 很多的年轻人可能会问说 这世界这么乱 这国家这么乱 这政治这么乱 然后我的前景好像也没有很好 那我为什么要继续活下去 或者说有些时候会很消极的想说 那我活着到底要干嘛 我觉得虽然人终将一死 但是生命的意义 确实很多时候不在于它的长短 只是在这个旅程的过程当中 在你停止呼吸的那一刻之前 对 你有感受到生命到底带给了你什么快乐 或者你觉得有意义的真实的感受 我觉得这点可能会比较重要 那如果说你也想知道说 陈军大概19岁之前 他生命到底给他的什么样子的触觉 跟感觉的话 这一本书他的亲人 他的朋友把它集结下来 不管他随便写的 或者是他发表的一些诗的部分 这一次春山出版社都把它整理出来 在这一本书籍 我所告诉你关于那座山的一切 那最终来我请副主编 有没有一些感受 也要做跟我们做最后的ending分享的 是谢谢主持人 我非常赞同您刚刚说的那一段话 我觉得非常棒 我觉得是这样的 人的生命确实会一直受到 你心中某个东西的召唤 然后你就朝往那边去 就像刘成君 他是受到写作的召唤 受到山 受到自然的召唤一样 那我觉得是在这个状态下 你因为有这个动能去前进 你的生命才真的有 在前进在动的感觉 而不是依循着其他 不是你心里头真正悸动的东西 我想跟随心里的悸动去 逃往生命真正的道路是蛮重要的 那也非常高兴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 我说告诉你这座山的一切 导读这一本书 虽然作者离开了一个很年轻的生命 但是成君留下的文字真的太多 对于生命的很多知觉性了 我觉得可能你到四十岁五十岁的人 我觉得有些程度你可能不及他 能够真正感觉得到的敏锐度 今天推荐给大家 也谢谢副主编跟我上线导读分享 谢谢 谢谢 谢谢拜拜 回到节目当中 听完整点第三小时的阳光城市 我是扫路 来第三阶段 我准备好你的电话 我要开call in送好书了 刚刚第二小时 也call要给我们的春山出版副主编 来分享这一本新书 我所告诉你关于那座山的一切 作者是已经离开人间的刘成君 那我还把成品的企划 我们的义君也留下来 义君你刚刚其实 刚副主编分享的比较多啦 但是这一本书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看完 都有不同的一个感受跟感触 尤其他离开的时候 其实比我们刚刚三位 这年龄都轻很多 没错 对就是说你想想看 你的19岁的生命 可能很多人都还不太了解 第一我到底要不要念大学 或者我念大学是要干嘛 或者说别人在修学 我也修学 然后去干嘛 但是成君他不是 他其实我觉得他早就知道 他生命要很努力的去做些什么 所以刚刚提到说 他念完东华半学期 他修完他想修的课 而且他觉得这个教授的课 对他的文字有很大的帮助 他一定要修一下 半学期 然后请老师加签完之后 念完半学期 他就开始去探索他的 想接触的人生世界 到尼泊尔到印度去 所以义君你刚刚看完的时候 你自己觉得呢 这么年轻的一个生命 那成君他在写的文字过程当中 让你自己有觉得 可能心里没有被震撼到 甚至有很多的感受的 好 那其实刚刚副主编跟小璐这边 都有提到说 其实他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 对 所以我刚刚在上一段分享的 那篇文章 就同名文章 其实我自己很有感觉 就是他把我们真的很想说的话 都写出来了 就是那种迷惘 那种 你是想到你当时也是在那个年纪差不多的时候 对 他怎么可以这么清楚的把我们心中的疑问给写出来 就是说在当时那个年纪的时候 其实说真的可能乱糟糟的 家长问你什么 我也不知道 对 然后连你自己 你也答不出来 就是你跟你自己问 你也真的不知道 然后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要去考这个学校啊 对啊 然后为什么要填这个科系 还有就是 我念完这四年我到底要干嘛 是 对 但其实他给我感觉就是非常非常清楚 自己的生命应该要做哪些事情 那我自己很有感触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就是他写的 给他的友人 给他的家人的信 我觉得非常让人动容 就是他在生命的尽头 其实他这个我比较不会觉得他是一封遗书 就是看起来 大家可能会觉得他将死之人 写出来的东西可能比较像是遗书 可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希望的感觉 可能会很撒狗血 或者很悲壮 就是很悲壮或很伤心 但其实我在里面看到的是他一个很 可能身体上非常地激迫 要不要分享其中一段 好 那其中一段 其实刚刚副主编有分享过的 就是他在3月15号写给以珊的一封信 叫 标题叫不抱希望的抵抗 那他在里面其实就有提到 刚刚有所说约翰伯格所说 死者默默等待的想象 而其实在这边 后面有很多的部分 他其实都有写到说 他其实其中一段他说 我总相信你对我的生命 是理解且珍惜的 他很希望可以再跟他多说 一句话一起骑车 谈论美好的文字跟某些人 然后他有说如果他们终将一死 请不要过度悲伤 你所做的便是去爱人就去爱吧 其实对 我觉得他在后面这一段后面 让我感受到是很洒脱 对 他非常洒脱也 非常地希望对方不要 因为他生命的死去 你不应该沉浸在 如果我真的死亡了 是的 所以我其实觉得 其实看到的是另外一种 对生命燃烧的热情 他有在鼓励我们 这些活在 现在活着 活着的人 对 但是却还没有找到方向 但也没有关系 他就是鼓励我们去爱我们 想要热爱的那一切 就是去追 去跑 去活着 然后要记得不要沉浸在我的离世 是 所以我其实还蛮感动 虽然看起 虽然是他离世之前 所撰写的文字 却没有那种非常悲伤的感觉 过度的那种八点档剧情 对 但反而很鼓励人心 所以我才说 这怎么会是一个 19岁孩子会写出来的文字 对 你可能去问一个 40岁 50岁 甚至可能有些人60岁 60岁已经到人家说的 要下山的阶段了 甚至要慢慢走下山的阶段了 你可能有些时候 你都会过度恐惧死亡 甚至有些时候 不知道怎么去因应 可能即将到来的 面临的死亡的状态 但是一个19岁的孩子 他其实在山洞里面 那时候已经慢慢的 可以感受到他留下的 因为狮字片语 已经可以让他知道 死亡在接近他 可是他没有用一个 过度恐惧的状态 甚至他可能 有些人会怕说 我可能连死了 都没有人会知道 我死在这里 对不对 那他最终他只希望说 如果他还曾经有人 会发现他的时候 记得把他这些文字带走 然后让可能有些人 也能够看到 那我觉得或许也是 明明周中的一些状态 这本书 因为他的家人朋友 就真的 把他曾经留下的 这些文字集结好之后 出版社把它整理完 就变成这一本 其实厚度还不小 没错 对 这一本书 我要提醒听众朋友 三百多页 对 那他没有办法 跟之前可能我介绍的书 你可能从 其中某一段去切入 我会建议 如果说 你想去了解 一个这么年轻的生命 他用文字 来表达出 他曾经这么热爱过 生命这件事 对 然后他在他 短短的十九年之内 甚至比较后半期 他比较能够用文字 去传达 他对生命的感知 感觉的时候 留下来的这些文字 知字片语 不管是作品 或者说他的邮寄 都好 去看看陈军的 文字非常敏锐的 而且非常 触动人心的 作品 刘陈军这一本 我所告诉你 关于那座山的一切 今天推荐给大家 待会也会开扣印 送大家这本好书 好了 看完了今天导读的书 来介绍 要麻烦 益军介绍一下 接下来陈品 要办的一些相关活动 好的 那我们将会在 九月二十二号 礼拜天的时候 下午两点到三点半 在高雄大圆百 我们邀请到了陈雪 他会将带来 他的新书 吴富之城 那欢迎大家 因为这本书 它比较特别是 全新 它是全新的 犯罪悬疑作品 所以我觉得很特别 所以请大家 一定要来这边 做参与 那我们这边 还有另外一本书 想要分享 新书分享会 我们在九月二十八号 礼拜六的时候 两点到三点半 也是在高雄大圆百 成品书店 我们邀请到了 洛宇君 带来他的新书 明朝 那一天教师节 对 也是教师节 大家刚好应该 不用上课 洛老师 他会带来 这一部也是很 我觉得很特别 洛宇君 他带来这部作品 是科幻的小说 他叫明朝 然后他以三体为背景 然后来描述地球将被 更高的文明毁灭 那他会讲述他的一些 科幻的故事 那请大家也务必 可以来这边做参与 好 因为洛宇君老师 我之前也访过他两次 他当然也有 比较轻松的作品 什么小儿子 还有计程车 对 那这一次呢 因为他更早之前 还有他的那个 相关比较 大家说的 比较文学派系的作品 那这一次他走向科幻了 对 非常特别的说音 很有意思 而且洛宇君老师难得 要南下来跟大家见面 刚好教师姐 对 928 那更多的成品活动 都可以上官网 没错 查询到 或者其实在FB也可以搜寻 成品南台 成品南台湾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相关活动讯息 最新活动讯息 没错 今天也要再次谢谢我们 成品的新企划 义君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